要說香港的經濟 最重要 什麼鬼都好看字 看房子 香港人 發財就靠 有房子有兩間房子有三四間房子 拿著房子就說 餓發 過去幾十年都是這樣 今天當然不同 我們今天來看看最近的樓市情況有什麼比較勁抽的東西 第一個詞回是什麼 減價 沒錯 周圍都看到 新樓也好 貨美賣未賣完的一手樓也好 減價減價減價 看看 怎麼減價 你們信和和莊士在事件局 一起 在旺角的溫蘇豪 唯有加大的折扣 前一陣子說 由14%減到增加23.5% 再減到9% 比你開心 賣了十多間 直迫在上一個月也賣了十幾間 很有趣 現在香港的樓宇在說賣到幾間 賣到十幾間 跟我們以前聽的不是那回事 一個人賣 以前一傢伙就賣十幾間 是不是 你現在說 哎呀 減價之後 賣到三間 五間 十幾間 你都可以聽到 怕不怕 看下去 然後麗生說同事件局又是有個官堂 官堂 BAR Residence 是不是這麼多 真是不懂 你以為我來英國的英文就好了 不是呀 壞了 只是在家裡錯 然後減幅 大約在10% 加一加賣賣 變成十幾 十五至十八% 減價行動 厲害呀 吸引人 結果 整個月就賣了一七火 屠然三千五百萬 那麼多 哇 給我嗎 是不是呢 給我都不是很厲害 三千百萬 很誇張 大大的地產商 死不死 真的 冷靜地 說出來 然後又有個星星地產 又在元朗 又開始賣了 指定有十五間 我們現在減價出售 好划算 就為了唱 結果又是 減價了 就賣了七間 加在一起 再賣了七間 接著還要添食 還說 好開心呀 很了不起呀 賣到七間 接著有一個叫做維港一號 又說減價了 總共 哎呀 都不知道多久 加加賣賣 賣了六十間 那麼大把 原本是減3.5% 至8.5% 加加加的額外折扣 總之不斷減 不斷減 一直減 總共賣了六十間 套現超過七億 你想一下 真是維港一號 大盤來的中國海外 中國海外 大家記住 很多地產公司 這些未去到超級大的跌 其實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套不了演 喂 賣到多少 只有多少 在搶 在扔 在賺價 好了 接著 新地最厲害 跌破了八十元 老太是不是要出手 又要買了 八十元老太就說我進來進去 看你進去多少 老太厲害 老太厲害 賣歸了 好 接著 又減價 又減價 不用看 又減價 13% 雖然就是 減辣 沒有什麼作用 政府快點把所有切辣 但也能幫到一點 於是 我們 市況現在就好了一點 你看一下就輕旺了一點 又是一年賣一萬間 又輕旺了 如果 不做這些就是只有五六千間 死得了 這是不是大件事 減價 已經成為 定律 但是當減價成為定律的時候 又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看最新的這幾天 泛海國際匯都 這間在洪水橋的新盤 厲害 董事關寶林 前兩天就走出來說 匯都一賣了92 熱火 然後現在又套了幾億 然後說我們現在厲害了 我們這次 厲害 怎樣厲害 我們推出新的單位 有125個 125個 大口食 剛才說的那些 賣60個都已經拍了手掌 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 還有 賣幾個十個 一大堆 不停減價才能賣到 他說我們減價18個百仙 嘩真厲害 然後又看到了 詩詩的字 你看 11797元 一尺 很划算 很划算 即是他不停地叫 即是說減18個百仙 現在339萬 就可以買到的單位 是不是很開心呀 各位觀眾 這個洪水橋的新盤 快點來買吧 張揚了 好勁啊 好勁啊 那些記者就跑去 補補啦 正式開售 那個物業處 冷冷清清 小貓三幾隻 你猜一下 這125個 大減價 超級大率 比較遲些 別人的減減減 他又想 是不是 你想那麼久 泛海國際 真的想得太清楚了 結果當日 那些記者等呀等呀等呀 買了四個 四個 125個推出來 賣了四個 有沒有真是做功夫的 老實 沒有之前已經 枯住票 有十幾二十個 沒那麼醜 四個 四個 是怎樣 即是佔可壽 125個入面 除一除 按一下計數機 3.2% 你想一下 你開店 打開門 大減價大減價 快點來買東西 剩下大堆 新鮮熱辣的麵包 那天 你做了8個 賣了3.2個 所以 要比你四個 不行 4.5 入3個 你會很開心 泛海國際 喬寶林先生 這位董事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很開心 我想要銀行會對他很關心 這個就是 減價的結局 當大家都減價 市民就已經有一個 心理的 感覺 減價是必須的 減價是必然的 看你減多少 而且原來我們越不買 你就越減得多 因為 你沒有辦法還回銀行的錢 所以現在就在玩一個遊戲 就是 買家 會等 厲害嗎 等喔 當等的時候 你猜誰等不到呢 等不到那個就是地產商 他們就一直團積著貨 那些貨就越來越多 因為之前 退下退下退下 不要起著呀 起慢一點 怎樣怎樣怎樣 老闆起慢了6年 由COVID-19 2018-19 19年左右 一路退後一路退後 退到現在 現在 賣的量 是比以前 真可憐 你這樣出貨 他們就越積越多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間 店鋪每一間公司可以 積存這麼大量的倉 的貨 而不倒閉 太多就不行了 因為沒有錢周轉 他們所謂的錢 壓在那些物業裏面 而那些買家 現在看到 原來 剛才我說了一大堆 甲又減 月又減 丙又減 你現在想想 當你 你就是那個 我現在已經決定 要買樓的了 當然我恭喜你啦 人人都不做的事 你去做 你一定是天才 不是 我當然要這樣贊你 你決定了 喂 我就留港見港 我是最愛國 我愛港的 於是乎 我買樓 我建議那些高官 每人買三間 我希望 有人聽我說 我希望 立法 立法局議員快通過 每人買三間 立法局議員 每人買兩間 你們窮一點 買兩間 OK 特三買十間 開玩笑 你這麼有錢 這麼有錢 這樣說就行了 你 既然每一間都不斷減價 你以為我用不著這麼心急買 大把樓啊 我又知道 未來三四年之間 還有十萬間新樓 別說舊樓 你想想 他們會不會很心急買 他們可以等的 對不對 你說租金貴 租金多貴 都不及 那個樓宇跌價 大舊 我先等下 是不是 再不是 搬去深圳一批 乘貨車回上來 也不是很難 那裡 便宜很多的 相對租金 想了很多 很多人離開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我覺得市民 要買樓的市民 他們已經很清楚明白這件事 因為 過去的三年 誰買誰 其實是六年了 不過算了 不要說太遠了 三年 誰買誰 誰 你想想 你呀 給你 連續見到那麼多 你的親戚朋友 或者不認識的人 賣完樓 他也會 那麼 你又要買 你心不心急呀 我當然是跳著手 對不對 看看人家 又或者你也會把你的二手屋 拿到市場上 賣了這間才買那間的 你這間如果賣得不好的 你又會不會很心急呀 快點買一間 越遲買越好 現在是 所以 我認為這個減價潮 很恐怖的就是幫手推倒樓市 因為你不減 沒有人買 減得多 其他又要減 那就 樓市越來越跌 這個是一個 有型力量來的 你記住 你小心點 牛價 會給你這個有型 有型的力量 有型力量有型之手呀 拖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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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不知在哪裡出界 那就麻煩了 好 接著我們看第二個問題 你說不要緊的 減價也更好一點 不是呀還有一件事叫做 撻訂 撻訂就更糟糕 就是之前說的那些是否有三間五間六間 你買買一下可能那些是樓花來的呀 然後到了入伙的時候樓價再跌呀 我給了不知道5%還是多少% 我不買了 現在也聽很多啦 大哥以前 那個美女 女朋友老婆 是日時間呀 女朋友吧 什麼啊麗君 那些油撻 那些油撻 應該是這個油撻 那個油撻 有很多個 你猜是單一個個案嗎 就圍到撻訂 撻訂即是說之前 成交了那些是假的 即是說什麼 好消息就變壞消息 那就慘了 你 發展商原來 收不到那些錢 撻訂是香港現在一個潮流來的 如果撻訂越來越多 當然啦樓價越下跌 就撻訂越來越多了 因為你的樓價越下跌 我給了10% 你跌了15% 或者12% 我拿著 房子 我來托嗎 是不是 撻訂好過啦 輸一點 真是好過一直拖住下去 好害怕的 你以為以前 一直拖你 一直發 現在不是呀 一直拖你一直死呀 所以撻訂 又是另一層次的痛苦 減價 有人承接 承接完 他又撻訂 這個地產商 多了少少本 誰知道 還不到錢給銀行 他又要再派出市場 原來 那些成交是 假的 他不是造假 他是看到市場跌 他撻不住 所以 只要市場繼續跌 撻訂的個案就越來越多 對嗎 是不是 你看到現在的股市 這麼正 乒乒乓乓乓乓 你會覺得撻訂的 是越來越多 還是已經穩定了 還是說 會減少了 你們自己說 如果撻訂越來越多 那些地產商 就一直都沒有錢 於是他又會怎樣 他又會加大一些那個折扣 就剛才這麼說 減價 還有什麼辦法 難道真是 因為 中央會救 香港的地產 所有 一次過 好像國內部 全部都變成了公屋 今天大家 申請就有了 你就是負責了 地產商也會死的 因為他們的成本很高 每間公司會破產 不要想 想下去就是大件事 所以 我跟你說 你不要看到 有成交 你有開心 你要看清楚 他虧要的設計 是不是越來越厲害 如果是的話 地產商的壓力 將會越來越大 甚至乎 根本現時的部分 已經超越了 他們可以承受的 他希望 只有一個 不過這個 機會就是小 突然間 樓價 升得很好,那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涉样的个案 在2023年1至11月 总共卖了19,000多间二手买卖的房子 总共有3,282宗是涉样的个案 大约占了比例17% 17%没什么所谓 100宗有17宗是涉样的 但是这些数据都可以接受到17% 有些人应该赚,但基本上应该赚 不如我们从另一角度去看 看事物会转另一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要如何转转呢? 转转 2021年,每一年卖到的单位 2021年是7万多,2022年是4万多 2023年是4万多,算少的 2023年是5万多 为了方便计算 大约每年卖5万间算了 即是一手二手加加买卖 都差不多了,以前卖了2万间新楼 你不记得,现在跌了6至7年 即是回到2016年期间 即是一吞 香港的楼宇,楼价 是跌到7年前 每一年我们的新楼 卖出 大约是5万间 对不对? 抱歉 那 5万间,7年即是35万间 对不对? 即是说 有35万间的楼 现在理论上 全部是 虚钱的 我不是说是负资产 因为他们有付首期的 不一定是负资产的 即是跌不超过他付首期 以前是30%多 但未必是负资产,但是是虚钱的 对不对? 有35万间是虚钱的 而今年 2024年 刘定堅就说 早些的,你也相信 即是多一些20%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之前做过图表 让大家看看 恒指会回到2009年 左右的数量 12000多 13000左右 当恒指跌到这里 楼价会回到2009年 那时候 大股成大股是9000多尺 之前说过 即是说 我们又要再数多 大约六七年 即是说 又会多大约35万个家庭 跌入虚钱的网里面 如果这个正确的话 总共 经过2024年 之后 有70万个家庭 70万个注册单位 是虚钱的 听清楚 之前 35万 今年又35万 跌入去 当然那35万继续跌 这35万是新跌的 变成了 总共 如果我的计算没错 大家都在看跌 再跌下去 回到2009年 全香港 就会有70万间私人住宅 是虚钱的 那代表了什么 什么叫70万间私人住宅 即是说70万个家庭 哇 大家就开始 认神 正气 原来 如果 过去已经有了 即是已经是70万个家庭的一半 我们不醒觉 没有事 但是再过一年 就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多了一倍 总共70万个家庭 他们拿着那个物业 是虚钱的 大约就是这样 70万个家庭 代表了什么 全香港大约有200万个家庭 即是说 超过三分一的家庭 他手持住的物业 是虚钱的 经典吧 厉害吧 以前 我们聊天的时候 周围的朋友就说 你赚得多少 你赚得多少 你跟我的好 你又发达 先看看 99%的房子 都是赚钱的 是赚多与少的 而且赚了给他的人工 是多的 对不对 基本上 很多你的朋友 亲戚都是这样的 到了今天 我们看到的逆转 三个家庭里面 有一个家庭 他的房子 是虚钱的 虚钱的话 当然有很多 之前说过 可能会 call loan 可能那样 可能那样 的情况 或者你想套钱出来做生意 没有了 大哥 不叫你补仓 你这个人还想着 借多些 你 当然是不可能 你走 你 那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第一 大家都很肯定 大家就会有一个共识 香港私人牛乳 就是香港牛 就是一个字 跌 跌 买 你就 扮蟹 对不对 因为 看到个个都是这样 买 买 就扮蟹 越迟买 你就越是大 买 压韵 压韵 买 你就扮蟹 越迟买 你就大 这个 感觉 就会转进去每一个香港人的脑子里面 其实 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总会有一些 叫 刚性需求 哎呀我要结婚了 我不想和我父母一起住 怎么怎么怎么 你就要住出来 有的 但是现在 你猜猜大家会不会想清楚呢 他看到之前的那些师兄 前几年 那些上司 那些人都扮蟹 到他现在进来做了 他们的那些师兄就扎住了 每个人都输了 那你猜他会不会很轻易决定 我又跟那些师兄一样 我又很快结婚 我又开个新家庭 跟着我又扮蟹 会不会呢 那 四个字 心思熟累 出现了 就想清楚了 以前就不同 你很厉害啊 买楼啊 你赚钱啊 你很厉害啊 你很厉害啊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 哪个买 哪个扎 哪个扎 哪个扮蟹 那你还买不买 啊 你一考虑呢 即是迟买 或者迟些买 那 哪个都顶不住 刚才说了 那些中小型地产商都顶不住 大型的 都不知道他借了多少钱 老实 也有机会顶不住 老实 好啦 那 於是他唯有 又再扔低 哎呀 很划算啊 送了个女人给你 不用了 娶到何欣公 我送了给你 我在越南 我在渠模寨 搬你找 你自己 很多东西送啊 那 你还买不买 我告诉你 最后的底线是什么 喂 劉廷你成鬼啊 说什么 唱衰香港啊 不是我唱好香港啊 叫大家小心点 那 结果是什么 不断跌 不断跌 其实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经济差 经济差 去到什么地步 香港会出现一个超级大危机 我以前说过 那些 不让你去唱外汇 脱欧 那件事真是很糟糕了 好 但是我再说另外一个 情况给大家看 现在开始慢慢发生 你问一下你的朋友 社会率是否慢慢增加 失业率 是不是越来越难找工 是不是老板要求越来越高 如果是的话 这一件事就是一个警号 因为当你经济差的时候 所能够存在社会的企业 是会越来越少的 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对不对 你少一间店铺 哎呀 阿沈洗地都少了些 又要聘少个会计 又要聘少个伙计 又要聘少个伙计 哎呀 聘少了很多东西 当然就是之前那些 30,309个中小企 那些政府担保 那些东西 炸弹还未爆 哎呀 好恐怖啊 当有一天 如果香港 發生了一个环境 什么环境 现在的人就说 你移民去英国啊 你死定了 为什么呢 哎呀 你听不听到吗 很多新闻过路 找不到工作做啊 或者找到工作做啊 很辛苦啊 人工又不高啊 税又高啊 你走去移民啊 你省点 你很糟糕啊 很多东西说的 对不对 是真实的 不错啊 在英国找到工作 不是那么容易啊 但是有得做的 你愿意的话 某些做些 货仓啊 这些路路啊 駕駛啊 或者送信啊 这些有得做的 只是因为那些 没有什么人肯做的嘛 那些东西说的 都走了 我告诉你 加拿大 我的子女也有些朋友 很年轻的 就移民过 哎呀 他们不适合啊 我爱到香港 我整个圈子就回到香港 真的 接着 他们听不懂 happening 他们很快都会找到 صoko 但一般都是要做想 一般осто服 人工不会比香港好 我告诉你 当有一天 香港 经济 情况 如果 那些年轻人 或是一般的工人 他的收入跌 再跌到大约20% 他们的收入 就会 就差不多像歐美那樣 他們會考慮一件事 我在香港找不到食 因為 最低人工是不代表找到工作 但是歐美那邊 有得找食 兼且 還有退休金 大家又會有另一個想法 因為流港 最大的原因就是 香港還找到食 你還可以生活到生存到 但是如果大量的香港年輕人 他發覺 是不行的 那就不關 什麼政治什麼性 不是這樣的情況 等於有人說你不回到大陸 我們在大陸 生活了那麼多年 不知道你回去 北京普通新人的五、六千元 你頂不頂得住 房子也租不到 真的跟人家訓 那你哪有香港人願意呢 你留在香港就賣幾元嘛 傻呀 回去 有些人說他回到大灣區 有錢 給我三萬元 你怎麼不回去 沒有啊 哪有 深圳那些 前一陣子都說很厲害 七千元左右 你新的人 六、七千 犯什麼鬼 香港就賣幾元嘛 去做咖啡店好過啦 對不對 那如果香港的 薪酬 跌到那麼上位 這一班根本 不介意那個政治情況的人就會想 不如我可以走 那邊起碼 找到工作 有得做 生活到 留在香港 不行 那就嚴重了 那就嚴重了 已經擺脫了那個政治事件 純粹是經濟的情況 即是說是 經濟移民 哇 那就嚴重了 好老實 那就嚴重了 但是 你猜 差很遠嗎 現在大學生出來 都是萬多元而已 英國 都是萬多元 加拿大都是萬多元 不過那邊呢 高稅 但是你再這樣跌 我說一個情況 實際的看 上年 樓宇啊股票也跌20% 薪酬不用跌 某程度上 其實是跌了的 你又想想 今年再跌 薪酬 差不多了 那些年輕人 想想想 喂 這裡有前途 他會反彈 扮什麼 那麼 是不是很安心 如果早點過去不同的地方 那麼 他又可以找到工作 遲些就可能要跟別人爭 這樣就很嚴重了 這個就是我 告訴大家 我看到 香港樓宇 因為 減價 撻訂 然後 虧讓 所出現的 嚴重的後遺症 希望 說到30分 你會小心一點 到了 村底其實不太多 還有20% 我看到這個 香港又出現 第二波的 移民潮 有可能 香港就很大問題 希望 你會看到 到 我的 分析之後 你會想一下 如何應付 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希望你想到 希望你怎樣 希望你 點贊 Subscribe 希望你喜歡 我這個 新香港 系列 每一天 都等着你收看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